现在我们来看到第十一章 良行 刑法的裁良其实就是所谓的良行 良行一旦以法律为根据 以事实为准事 是同真同志说的一句话 所以这是我们来看良行的原则 和良行的种类 良行情结的种类 它有从重处罚 从轻处罚 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 从重是在法定型幅度内 适用相对于没有从重处罚情结的情况 较重的刑法 所以从重和从轻都是在刑法幅度内 比如说三到十年有体徒刑 强奸罪的基本性是三到十年有体徒刑 那么在这个幅度内 可以给它从重或从轻 但千万不要划中间线 不要认为十三除以二 六点五年以下叫从轻 六点五年以下叫从重 这个是错误的 比如说没有这个情结 本来应该判三年 现在有了这个情结 判四年 那它这就叫从重处罚 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减轻处罚 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型以下判处形态 三到十年有体徒刑 现在给你减轻处罚 那只能在三年以下来判处刑法 而这个以下显然是不高过本数的 因为一旦包括本数 就导致从轻跟减轻没法区别了 我们把这个解释称之为补证解释 那减轻处罚有两种 一种是刑法法律法定规定的 像我刚才所说的中止犯 没有造成损害结果 应当免除处罚 造成损害结果 应当减轻处罚 在强奸过程中 把你的衣服发光了 或者你的衣服给你跪下 你把它放过去 那已经符合了强制猥亵的构成要件 所以属于造成损害结果的中止 在三年以下来良心 但还有一种 这个就是 法律没有规定 它不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 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来判处刑法 这其实最典型的 就是2008年深圳的许庭焕 还有2018年 这个深圳的王鹏案 对不起 2008年不是深圳的 2002年的许庭案是广州的许庭案 王鹏案是2018年的这个王鹏 深圳的那个买鹦鹉的那个案件 王鹏案 2008年有个小伙子许庭 对吧 到银行卡 到ATMG取钱 ATMG发疯了 取1000块钱只扣1块钱 那有谁能抵制制作的诱惑 所以许庭还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 所以在银行里面取了17.5万元 最后以盗窃罪认出 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盗窃金融机构两档刑 一档刑是无期徒刑 一档刑是死刑 所以后来就给许庭判处了无期徒刑 医生法院 那这个案件一出台 那确实就引起了民众的肺 因为大家都要射身处地想一想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取 那实际上有可能朋友问我 如果是我 我取不起 我说过了 这个人性是不可以揣测的 你许庭来算好 有些地方甚至还有更奇怪的案件 有一个人在等自己旅朋友 先及物料拍了一下 ATMG 结果突出一张100块钱 吓坏了继续拍 又突出一张100块钱 所以有谁能抵制这种诱惑 所以拍拍拍拍拍 最后拍出3万块钱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也是盗窃金融机构 输入特别巨大 无期徒刑 这个是不是太可怕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刑法中有个期待可能性里面 你要射身处地去想一想 那二省法院就考虑到这种情况 所以最后就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就在法定刑以下 判处许庭五年有期徒刑 这个就叫做法外减金处法 但他必须要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而且是足迹保守 继承院报中院 中院报高院 高院报最高人民法院 但也正是因为许庭案 导致了这个法条的修改 这个法条的修改 因为当时就有人觉得 许庭减了太多了 从无期徒刑 一下减到五年 因为盗窃的当时的刑法 是管制拘役 三年以下 三到十年 对三到十年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就十到十五年 那一档 还有无期徒刑要死刑 这是盗窃以前的刑法 现在没死刑 相当于许庭是从无期徒刑 一下就跨到了三到十年 这一档 中间跨了一档 十到十五年 这一档 所以后来法条就修改了 认为减金处法 只能足及减 而不能跳单紧 无论是法定的减轻处法 还是这个法外的减轻处法 都只能足及减 而不能够跳单紧 而不能跳单紧 所以这是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 大家可以看到一百七十页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 刑法规定数个良刑幅度的 应当在法定良刑幅度的 下一个良刑幅度内 来判处刑法 这个修改相对心 好 这是良刑情结的这个种类 最后还有一个是免除处法 免除处法就是做有罪宣告 但是免于其刑法 刚才是说的犯罪宗旨 没有造成损害结果的 免除处法 性质上是犯罪 但是免除处法 这里面各位可能需要 特别特别的注意 就是加重处法 加重处法 加重处法 我们被认为是违反 罪刑法定原则的 所以在刑法总则中 没有加重处罚 一说 1997年之后 我们取消了以前的加重处罚 当然如果需要加重处罚的话 那他必须要有刑法分择的明确规定 这有所谓的情节加重处法 比如说抢劫三到十年 那入户抢劫十年以上 就刑法分制的明确规定 在总则中不能够再有加重处罚一说 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法判的规定 有全国人大关于禁止野生动物的一些交易 他说的 什么加重处罚 那这个加重处罚一说的 对刑法是没有用的 因为刑法必须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那罪刑法定对于原则性的规定 总则条款是不需 不能够有加重处罚一说的 好 那法定情节 法定情节呢 就是刑法明文规定 良心时必须要考虑的情节 我这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哪些是应当重新减轻 应当减轻或免除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主要呢 如果期刑好的话呢 建议大家还是要记住 划线部分 像一老一小 应当重新或减轻处罚 分则常见的法定良心情节 这个也比较多 规定了 大家一般也背不下来 稍微看一看就可以了吧 那着定情节 着定情节呢 它不是法律规定的 是司法实践根据司法经验呢 总结归纳出来的 比如说 犯罪的动机啊 犯罪的手段啊 犯罪的时间和地点啊 也可以风高下洒人 跟关天花热下洒人 那可能关天花热下 杀人的刑罚会重一点啊 杀人的方法啊 把人杀完之后又碎尸啊 是不是碎尸的刑罚更重一点啊 有亲密关系 跟没有亲密关系 那一般来说 是不是啊 这个刑罚有不同 所以有一年就考过 男人两人谈面哀 男人板里的杀了 说两人因为有亲密关系 属于酌情重新情节啊 当年很多东西不敢选 那那其实按司法解释呢 那确实是属于酌情重新情节 酌情嘛 啊 就是可以考虑 也可以不考虑啊 因为一般来说 杀人呢 一般都发生在 这个熟人之间啊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啊 摆 这个谋杀案件 38%的谋杀者 是有亲密关系的啊 可能就是你的配偶啊 跟你有亲密关系的配偶 所以他说哎呦 我谈命案那么可怕啊 人人一切有价值的行为 其实都是有风险的啊 这里面其实要出一个统计的问题 38%啊 是有亲密关系的人啊 这不是证明 只要有亲密关系 38%的人都会杀人啊 那这个就就就就就就明显啊 这个不讲逻辑了 杀人的人本来就少 那我们说在杀人的人中 38%的杀人犯啊 是有亲密关系的 因为两人遭心相处 那可能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呢 司法解释认为啊 要酌情重重啊 酌情重重 的意思是酌情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 那你如果杀人方法很恶劣 杀完人之后还碎尸 那还酌情重重 对吧 就既可能酌情重重 又可能酌情重重 它是一个酌情考量的情节 好 良心情节的进和啊 如果有多个良心情节啊 如果又有重重 又有重心啊 那一般来说呢 应当先考虑重严情节啊 再考虑重还情节啊 这个呢 大家要注意